做一道很特別的這個砂鍋魚頭 這有多特別 今天挑的這個魚頭不一樣 剛剛好濃郁耶 可不可以下點粉絲啊 它是滿多粉絲的耶 過年吃這個是太氣派太好了 過年端出這一鍋 都會很有面子 歡迎收看 料理123 今天呢是我們的這個 年菜補習班特輯 我們特別邀請了這個老王 老王你終於有時間過了 沒有沒有 隔壁老王偶爾都會經過 只是不好意思來叨老 對 原來你之前都只有經過而已 對 它都不走進來 因為今天終於要過年了 再不來 我不知道要煮什麼飯菜 我記得上次好像是 去年端午遇到你吧 對 從今天算起來 距離過年差不多剩三個禮拜 剩三重的時間 大家之前都在忙 最重要是現在要忙年菜 對 過年為如特別重要 那 所以今天要做哪一道菜 今天要做一道很特別的 這個砂鍋魚頭 是有多特別 今天挑的這個魚頭不一樣 難道是 好鮭魚頭嗎 那也怎麼破梗了 怎麼就這麼容易破梗了 沒有看到 原來你有在現場 是是是 那我們看一下有都不一樣 哇 你看 嘿 有沒有 而且這條鮭魚還滿大一條的 剛剛我們在做煞鮭魚頭呢 基本上都用草魚嘛 油脂的量比較少 那我們今天用這個鮭魚頭呢 它的油脂 富含量比較高 那它吃起來相對它的肉也比較嫩 魚皮的它比較厚 那相對帶的一個膠質也會比較多 那一開始呢 我們要先來處理這個魚頭 跟這個裡面其他材料肉片的部分 基本上 我們在處理這些肉類的食材 不管是肉類還是海鮮 我們前面一定要做一個醃漬的動作 最前面呢 我一定要會把它 就是稍微調味一下 這邊魚頭呢 給它下一點鹽巴 米酒 胡椒粉 進來 然後這邊呢 我會給它帶一點點的地瓜粉 讓它有一點粉糊的感覺 那這邊呢 我會放進去的是 黑豆商的厚黑金醬油 主要是 它裡面有加了這個甘草跟味噌 所以說 老王在隔壁你就 欸 對 你好像 它應該比你懂啊 因為它比較偏日式風味 裡面有味噌 然後還有甘草 怎麼會想到要放味噌 對啊 因為其實味噌它也是釀造的一種 發燒 所以釀對釀 加起來那個風味就多了一個底韻 肉的部分呢 一樣我們就是 下一點鹽巴 然後胡椒 米酒 來一點菜白粉 還有加 一點點醬油 對 今天我們大概過年的年菜 在家裡面好不容易團聚了 是 吃健康這件事情是首要首選 我們經常會去買一些火鍋料 對 那有一些現成的這些火鍋料 我們應該怎麼挑選 至少看一下後面那個成分表 那個化工添加物少一點的 我們就支持少一點的 就是要你都看得懂這些 長到食材 對 那我看到這邊 因為一般的醬油好像都是用小麥 因為小麥有些人很奇怪 就身體對小麥會產生過敏 快一點 那過敏一發生的時候 就很難抑制下去了 所以與其這樣我們就開發一個 沒有小麥發酵的醬油 純黑豆 所以變成就是黑豆為主 還有高粱為輔 那你們聊那麼久 我醃漬也差不多了 好 那我們進行下一個步驟 就是我們要來炸蛋酥 好 那這個炸蛋酥呢 還是有一個比較注重的地方 就是它油溫要高 先找一下有沒有空間可以跑 沒有那麼危險 這道器具上呢 沒有不足一些多餘的水分 就是它會沒什麼問題 來來來來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蛋汁淋上去 有有有有有 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為什麼說要把這個油溫拉到180那麼高 因為基本上你的蛋液下去的時候 你的油溫就會降下來 就是降得還滿快的 對 平常在家裡面都不太用炸這個技法 是 過年的時候我覺得應該要 捨得 對 要必須捨得 而且大家不要以為說 炸完那個油就要丟掉 沒有 那個炸掉的油還可以再用的 我今天就是要利用這個 炸完蛋酥的油來炸我們的魚頭 沒錯 它會有另外一個蛋的香氣 沒錯 對 而且這個炸蛋酥這件事情 在過年期間 特別要過年的第一天 多炸一點 家裡面有任何菜上面 你覺得少一點風味 你就下蛋酥 是 那個蛋的香氣 就把整個風味又拉回來了 接下來我就要來炸魚頭了 來直接裹上一些地瓜粉 過年真的是用鮭魚頭 感覺就滿氣派的 而且說真的 現在鮭魚頭其實好買 去超市都買得到 這個除了這樣炸以外 還有沒有別的做法 它只是要讓它表面 稍微酥香一下 這些少油 半煎炸也可以 半煎炸 在家裡面你其實也可以沾了粉 又讓它反調一下 用氣炸鍋 就會稍微省一點點事 對 你現在做機器比較像嗎 我覺得180度大概12分鐘 我是200度12分鐘 就我們家的功率比較強 也是 美來機器功率都不一樣 所以大家家裡面 還是要照自己家裡的設備 是 去符合它的條件 但我必須要講 這個炸魚頭 它一定要熟 你真的炸在熟 就是它的表面 一定要炸到這樣 恰恰金黃的表面這樣 這樣才會香 你的魚頭才會香 好漂亮喔 一定就是要這樣 很香 好 接著我們來炒香我們的鍋底 最開始我們可以用這個 肉片的部分 去把這個肉香流到我們的鍋底 剛剛我們有醃製過了 所以它的風味會除了那個肉香以外 還多了一些醬香在裡面 沒錯 那你炒過這個肉呢 又多了一個炒過的一個香氣 那我們的肉片呢 為了要保持它的嫩度 所以我們大概炒到八分熟就可以了 利用鍋底一點點的油 再下一大匙的油進來 變一下薑片 過冬的時候 是 所以有點老薑 稍微活血一下 比較去一點寒液 對… 那我們這個薑呢 把它煸到微微卷去的時候 我們就放了這個蔥白 一樣 煸一下 蝦米 那我們蝦米在放的時候 水分稍微拧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要放沙茶 好 還有這個豆瓣下去炒 這個時候 這一罐就是我們 行男御用的辣豆瓣醬 有看行男的都知道 拜託 倒不出來的 這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這個好的辣豆瓣 它的特質就是 它不會出水 很多外面的辣豆瓣 好便宜 但是裡面全部都是 太白粉 而且還會出油 這個沒有勾芡 這個沒有 這原原本本的黃豆跟黃豆泥 還有朝天椒跟麻油 去做出來的 太純了吧 所以真材質料 很喜歡 會不會等一下掃一罐 真香 真的 很好吃 真香 而且我覺得它辣得很溫好 它這個黃豆的發酵的味道 很棒 濃郁了 可以看得出來很純 但我有個問題 真的有那種味噌風味 是不是可以幫我放的 放一下 對 我一直等不到 夠不夠 再一次 這個白菜我們先把它下進來 順序還真的滿重要的 層層的堆疊 嗯 好 那這個白菜炒軟之後呢 我們就淋了大概一圈的米酒進來 好 這邊呢 我們大概就鋪了一半的蘸酥進來 還有這邊 我們把這個扁魚也放進來 那整個香氣炒出來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把這個水加進來 如果你要換高湯也是可以 是 好 那這邊呢 我們稍微給它餵一下 等一下呢 我們就來換砂鍋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預熱一個砂鍋 直接把我們的這個 白菜滷汁倒進去 哇塞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稍微試一下味道 來來來 你看你看這個 鍋底就已經這麼澎湃了 像魚頭都還沒下 不知道這個鹹度你行不行 好吃耶 好吃 稍微再鹹一點 再鹹一點 再鹹一點 對對對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下一點醃吧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把這些其他的材料補上去了 哇 好哇 這個肉片 七八分什麼肉 現在把它吃進去 嫩 這個肉片這樣就是嫩 還有 我們放一點喜歡吃的蔬菜 擺個豆腐 哇 這些都是增加我們食慾的感覺耶 你看這個 蛋餃來了 純手工蛋餃啦 這個蛋酥 放上來 哇 後面有增幅的 哇 然後放上一點蒜苗蔥段 好啦 我們上菜啦 喔耶 開鍋圍爐啦 哇 你看 眼睜睜看它從無到有耶 你看這個魚喔 這一塊 趕快 挑自己喜歡的色 我要蛋酥喔 你看你年菜補習班這樣 從頭做到尾的耶 有沒有這個 剛剛好濃郁耶 可不可以下點粉絲啊 它是滿多粉絲的 讓我讓我沉醉一下 在這個湯頭裡面 真的很好喝啦 哇 這真的很好吃啊 太棒了 我覺得過年吃這個是 太氣派太好了 真的啦 過年端出這一鍋喔 在你的家人面前 都會很有面子啊 真的 所以光環都被這個做飯菜的人 拿走 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要犒賞我一下 一定要犒賞啊 還是要犒賞我們這個 支持我們多年的觀眾一下 那這樣子好不好 因為今天真的是太突然了 太突然了 一直都沒準備好 對… 他也是剛剛經過的 下一次來的時候 一定讓大家 特別特別的滿意 不急 我們還有第二集 下一集我做東啦 但是我當爐主的意思嗎 沒錯 然後我當客人 期待一下喔 很期待 那我們料理123 年菜補習班 下次見囉 拜拜 好